反核群众占领道路的行为连日来今天已经是第二次了 因此市长郝龙斌相当震怒 认为这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交通 还有晚间八点多的时候举行记者会谴责这样的脱续行为 他说已经影响到市民的正常生活 未来再次发生不排除会依法展开强势作为 我要再一次的强烈谴责 所有这些利用台北市民作为肉票 然后绑架台北市民 影响台北市市民生活的这些抗争的团体或个人 不要轻忽台北市政府跟台北市警察局 依法执行公权力的决心 我们未来针对这种行为 我们会采取一个比较强势的作为 强占道路的行为是一个突发的事件 可是这突发事件背后一定有人在收死或者指使 我们市政府绝对会收证 而且对于逐使者 我们绝对会提起相关法律的作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